很多宝妈对于宝宝断奶这件事都耿耿于怀,特别是母乳,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自从宝宝出生后,很多宝妈基本就没睡过好觉,所以宝宝尽早断母乳后就可以不用再那么频繁的在半夜亲自爬起来给宝宝喂奶了。 看了各种建议对母乳日期,一些妈妈们就在心中默默画下标记,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可是断母乳真的是有固定时间了吗?大多数妈妈都误会了。 专家建议的断奶时间,根据美国儿科学会的建议,母乳喂养喂养,至少要在宝宝满营一周最后停滞为宜。 而中国营养学会合乎则认为,宝宝六个月后应添加腐蚀,母乳应尽量喂养至两岁以上,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建议都只说了一般情况下,母乳喂养最低年龄,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断母乳时间。 所以宝妈千万不能只盯着这些日期看,影响宝宝断母乳时间的因素。 断母乳不仅仅是宝宝的事情,也是宝妈的事情,大多数宝妈在开奶后都会经历一段涨奶期,为避免母乳浪费和乳房疼痛。 这时,一些宝妈会使用吸奶器吸出多余的奶水储存起来。 长奶期的具体持续时间是一个很大的变数,有的宝妈几天就会减轻好转,分泌的乳量和宝宝的食量达成一种平衡状态,而有些宝妈则会持续好几个月,并且每个宝妈的密乳结束时间也不一样。 有的几个月,有的长达几年,所以每个宝妈身体状况的不同,也影响着断母乳的最佳时间。 宝宝什么时候断母乳好,由于每个宝宝的发育程度和宝妈的身体状况都存在差异。 所以宝宝的断奶时间也是事情况而定的,但一般都要满足这三种状况。 一是宝宝对母乳不感兴趣了,如果宝宝不再好好吃母乳,只喜欢移车,羊乳投胃了,就可以考虑断母乳了。 二是宝妈的长奶期已经彻底结束了,如果宝妈人处于长奶期,就给宝宝强行断母乳,就容易引起乳质于鸡,最终受罪的还是自己。 三是宝妈密乳期结束,宝宝无母乳可吃。 断奶的注意是想,宝宝断奶的时机一定不要选在宝宝生病期间,生病时宝宝的消化能力会受到影响, 对腐蚀或者更化的奶粉会有排斥,这时断奶会加重病情。 如果宝宝是因为不吃奶,只有乳投而被泼断奶的,很多时候宝宝会伴随乳投依赖有哭闹现象。 宝妈为保护自己乳投不受伤害可以使用安全可靠的奶嘴代替乳投,帮助宝宝顺利度过乳投依赖期。 各位宝妈,你家宝宝已经断母乳了吗? 如果没有,你打算什么时间开始呢?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放闻TT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 打算的练乳投稿